日本发生的核灾难引发了许多国家对核电厂安全的担忧 特别是那些在人口稠密地区或者地震活跃地区建有核电站的国家 在美国 人们最大的担忧是加利福尼亚州 那里有两座核电站在海岸附近 在东海岸 纽约人则对这个2000万人口都市附近的一座核电站表示担忧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上星期要求对印第安点能源中心进行安全检查 这个能源中心在哈德逊河畔纽约市以北61公里的地方 有两个核反应堆 印第安点2号和印第安点3号 自1970年代就开始运行了 纽约州长采取这一行动之前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在上星期将印第安点3号列为美国建厂位置风险最高的核电站 也是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防震措施的核电站之一 律师菲利普·弥西加是环保组织守护核流哈德逊河项目的主管 这家组织正在起诉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要求关闭印第安点能源中心 我们对这个核电站有诸多的担忧 有漏油 有爆炸 有频繁的意外停机 还有放射性水泄漏 冷却水也会对哈德逊河 鱼类物种产生影响 地震是另一个关注点 印第安点建在休眠期地震断层 拉马波断层上 拥有印第安点的安特级公司说 该设施的建造可以抵御震级为理事6.1级的地震 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震科学家2008年的研究报告说 该地区更容易发生比以前认为的6.1甚至7级更强的地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金完元是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 他说 估计在该地区理事6级的地震670年才有可能发生一次 在理事6级地震情况下可以预期发生一些破坏 但不是在反应堆建筑内 而是在周边配套建筑内 就像日本被地震震坏的反应堆一样 日本核灾难的直接原因不是地震或者海啸 而是持续断电 因此无法蹦出冷却核燃料所需要的水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